有時候包著日本IP、入系遊戲這些slogan的遊戲 我想大家都有少少抗性 始終覺得遊戲都是換皮遊戲 但並不代表所有日本廠的作品大家都會抗拒 就像今次推介入面的最後的黑奴的鴨 之前就有不少玩家追捧 今次更加跟Dr.Stone亦聯成合作 不如趁今次的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部作品 最後的黑奴的鴨,如果我們玩開Console的朋友來說 澳洲的列作好像是新世代FF那類ARPG遊戲 玩家就會在3D背景 再加上2D點陣頭髮的人物世界中冒險 戰鬥時大家需要控制角色移動攻擊 甚至施放技能等等 戰鬥中大家就可以隨時更換人物 作出最適合的戰略配搭 遊戲故事就講到一個有魔法的世界 主角海爾及陪伴著自己成長的魔獸雷伊 為了研究一個神秘少女而發生的冒險故事 雖然大家都經常會覺得手機遊戲來說故事好像不太重要 但今次遊戲中故事劇情交代方面 就用了遊戲中的角色動畫及不同特效 感覺就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玩不同的主機RPG的感覺 而且故事亦不是隨隨隨隨的一隻 但當你一邊玩下去,老實講我一開播都打算飛完全部動畫就算了 但因為故事比重實在太高的關係 慢慢會引大家回去留意劇情 甚至乎是回到以前的關卡重提一次 遊戲玩法老實講就有點像以前某一隻可以單手玩的手機RPG遊戲 你知我說哪一隻 但今次系統上就有大幅的強化 玩家可以在不同角色之間隨意轉換 四招技能互相配搭 大大提高了遊戲的自由度 同樣地角色亦可以在能力解鎖系統方面 提升自己的能力、點數及技能 遊戲亦都沒有指定的成長路線要玩家去跟 令到每個角色都有自己更自由的成長方法 玩家亦都可以因應自己的隊伍需求調整角色的能力點數 RPG來說,裝備我想大家都不會陌生 所以整個系統我就不說了 遊戲另一個賣點就是有個叫做聖物系統 聖物你可以一開播當它是一個裝備 但同一時間它亦是一個可以令到角色身上多了一個特別技能的另一個能力增幅器 後期亦都可以透過不同的聖物月態去解鎖新技能 令到角色有著更加不同的變化 除了各種屬性提升之外 亦都會令到不同的角色有著相帶的附帶技能及能力 例如有個叫做法師樂園的聖物 可以令到法師出完魔法後回血等等的技能 而且這個只是一個很基本的R級聖物 所以就算是平民的玩法 一樣可以有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遊戲入面你打故事關卡是不需要體力值的 只是打一些特定的素材關卡又或者活動關卡才要扣體力 所以基本上玩家是可以無限玩的 但如果你要帶聖物出戰的話 你就需要遊戲入面的紅藍魂 這個資源就會透過遊戲入面不同的生產點有限量的出給你 但同一時間亦都是部分元素升級的資源 要怎樣運用就要看你自己決定 最近這遊戲都跟Dr.Stone Crossover推出了這個故事的相關副本 今次的副本更有故事有過場去交代為何千空和虎魄會來到這個遊戲世界 除了平時的基本角色和聖物之外 今次的遊戲角色更加有以沿著特色化的角色技能 例如Dr.Stone中的可樂 又或者重演石神和閣 在石神村第一次製作電燈膽的一幕 相信都可以吸引到一眾天使們 今次Crossover除了角色之外 聖物科學之燈亦都可以令魔力比攻擊力高的角色 受到物攻時沒有那麼容易被爆擊 同一時間亦都可以縮短科學類魔法的泳唱時間 以及減低法力的消耗 還可以補血 簡直可以說是針對千空而設 而另一個聖物石之世界 但整體來說可以說是反轉的 對獸系、鳥系、礦石、魚類及人類物理傷害更加20% 聽到這裏 我想等PVP的玩家們都應該對他有興趣 再數下去今次Crossover活動中 玩家就會幫千空收集不同物資 而這個活動更加是不限體力 所以只要你有個桿 你都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回報 最後的黑路的亞 就是一款入系手機RPG遊戲 遊戲結合了戰略及RPG 令到玩家可以用最自由的方法 去提升角色的等級及點數 變相令到玩法及組隊方法有著極大變化 其次遊戲亦都弱化了大家常見的體力限制 令到玩家可以更自由享受遊戲 Crossover方面 亦都對原本作品有著非常多不同的參考 令到玩家不會有一種怪羊頭賣狗肉的感覺 而抽蛋方面的機率 我自己都覺得比顯示的高 網上亦都有很多人說 好簡單幾十抽就可以抽到Crossover角 今次合作影片中 官方亦都有個禮物想送給大家 我只把網友們等了一刻好久 最後方面放在畫面上 希望大家喜歡 最後的黑路的亞已經在雙平台上架了 如果你喜歡傳統向的入系ARPG遊戲 又或者想找一款遊戲可以日玩夜玩的 最後的黑路的亞 我相信都應該是你正在找的遊戲